大家好 我是卡路斯 真的並非耍大牌 因為這年紀來真的很忙 所以一直都沒有接受朋友的邀請修理義務 但很殊不需要上兩個星期出了一套影片 幫Dora如何修理她的中院 總之其他朋友又把她們的耳壺搬來 包括有Jennifer拿來一個裂了琴筒的耳壺 還有許賢老師拿來一個要重新蒙琴的耳壺 既然人家那麼遠的路拿來 那都唯有抽點時間修理 好 我先寫難取義 搞搞這個琴筒 其實幫樂器看病就跟幫人看病一樣 望聞問切 除了你沒得問樂器有沒有不舒服之外 其他的事你都要做足的 譬如現在我幫蛇皮擺墨 我就大約知道雖然琴筒裂開了 但就沒有傷到蛇皮了 至於琴筒裂得嚴不嚴重 找對眼看就知道 兩條裂痕的其中一條 差不多裂到蛇皮的位置了 音槍都隨意可以拿出來 也就是表示琴筒的直徑大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是前八角後圓筒的壺 跟一般我們用的六角壺是不同的 也就是表示圓筒是由八塊木材所併合而來的 現在目測只看到有兩條裂痕 是不是表示其他的併合點沒問題呢 要知道病人的詳細情況 就不用照X光 反而應該首先把琴筒拆出來 跟著就連琴筒也要拔出來 可以用木材輕輕敲打琴筒 就可以輕易拔出來 現在就很清楚看到 一條大的裂痕 一條小的裂痕 其他六條邊會不會都有機會裂開呢 我們拿著木材輕輕地拔一下它 不要太大力 不爛都被你拔爛了 其實憑經驗輕輕地拔一下 就知道其他六條邊還是很穩固的 好了 要黏這兩條裂痕 究竟用什麼膠水的呢 大家不要以為502是萬能的 502的好處是快乾 但其實力量是未夠的 而且它是不會填充的 要修補藥壺 我們會用另一種膠水 同樣都是三個數字 但是就叫做101 而101買回來會是一瓶加一罐 因為它是一種混合膠 瓶裝的就是A膠 而罐裝的就是B膠 101不單止可以用來貼琴筒 就連夢蛇皮都可以用它的 好了 而今次修補這個琴筒 我還需要一個小工具 就是一個大的喉枯 這次我需要用兩個喉枯 來把琴筒的中間和琴筒的尾部 好了 要進行手術了 第一步當然是開膠水 我們倒適量的A膠出來 然後倒相同份量的B膠下去 有些人為了快乾就會倒多些B膠 我自己就覺得無需要這麼快 1比1 相同的份量就是最好的 但是一定要混到好均勻才行 好了 都弄了好久了 大家會見到 混出來的膠水 就不算是很稠的 好了 拿回琴筒來看 會見到我已經在要固的地方 黏了一些皺紋 來保護琴筒 剛剛已經說過了 膠水不是很稠的 所以只需要將膠水 一滴一滴在裂口的邊緣滴下去 它就自然會慢慢流下去 滲透了整條裂縫 所以只需要一路滴一路觀察 看著膠水已經流到裂痕的底部 就可以停止了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喜歡用502來維修移戶呢 就是看它好像水那麼稠 可以塞進一些隙子裡 但其實這個隙子如果是夠粗的 用101 一樣可以做到相同效果 而相對來說 101就是一種混合膠 所以即使摺合面不是那麼平整 它都可以填補到一些凹隙的 而填充凹隙的 在修補外器來說 就是特別重要的 即是說你修補架絲 中間有凹隙都沒有大問題 但修補外器呢 如果中間有些空隙沒有填補到 在演奏的時候 是分分鐘會產生一些雜音的 滴了這麼多滴 兩條裂縫都應該差不多填滿膠水的了 那現在呢就是落枯的時間了 先將一個大一點的枯放在銅的中間 然後扭螺絲收緊的枯 但是不要扭到最緊 我們要先落第二個細枯 然後才兩個枯輪扭收緊 當收緊完呢 膠子曬出來呢 那就對了 因為這樣呢 即是表示所有的空隙都填滿膠水了 自然呢我們可以將多出來的膠水抹走它 但是抹不乾淨也都不相干 因為呢 乾了之後可以進行打磨的 一般來說呢 101膠七八個小時呢 就應該完全乾了 但是我們不知道呢 那個黏合的地方呢 反彈力有多強的嘛 如果未完全乾透呢 就拆開那個枯 有可能會爆開的 所以穩陣起見呢 都是等兩天才好拆 拆開兩個枯 沒有聽到裂痕一聲彈開呢 這次的維修呢 叫做基本成功啦 再仔細看一下兩條黏合的裂痕 似乎都很穩固 而八塊木頭黏合回好呢 來再幫蛇皮打一下墨呢 就發現蛇皮的張力在那裡了 既然是這樣就可以撕走膠子進行打磨了 至於打磨呢 都不是簡單的 直邊當然不難啦 但是這裡有些花紋的位置呢 要打磨完尾呢 都要花很多功夫的 所以首先應該用木工沙子呢 將容易除去的膠織呢 磨走先 至於琴筒底部花紋的位置呢 我們就要準備一支半圓的針錯了 因為半圓的針錯有半圓位 又有尖位又有平位嘛 好像這個位置就可以用平位來打磨 這個位置呢 就可以用半圓位打磨了 又窄又幼的坑呢 就要用尖位來打磨啦 所以同一把針錯呢 就可以處理完這些部分了 好有心機打磨完所有膠織之後呢 就應該看到了木的顏色 來來來 不要忘記了 琴筒的邊都是有膠織的 還有琴筒裡面的膠織呢 都要省走它 如果不是呢 或多或少會影響過異會的音色 不同的樂器 拋光處理的步驟完全不一樣 維修耳烏的時候 千萬不要學上次中遠感 又掩飾又游戒假 因為中遠的拋光呢 就有些像結他 比較西化的 傳統的中國木工工藝呢 我們是用蠟去做拋光的 一般的木頭你可以用白蠟 蛇皮你可以用蜂蜜 但是我這個琴筒是紅木來的嘛 那就要用回紅蠟啦 先將一點紅蠟呢 加上布蠟上面 我這個布蠟呢 是自家特製的 是比較厚身一點的 買不到的喔 原因呢 因為拋光琴筒呢 會要求那個布蠟呢 是比較闊身的 買回來的呢 多數都是窄身的 我拋拋又拋拋 再用乾布呢 將一些蠟織呢 抹走之後呢 整個琴筒呢 就基本上回復原狀了 那之後當然是用還原靚靚拳 將它還原啦 首先呢 就是貼回音槍下去 之後當然就是 裝回琴桿和琴托呢 安裝回弦線 整理一下千斤 再塞回琴馬和箭寶 嘩不行 舊的那塊護片實在太噁心了 讓我幫它換一塊新的下去先 呢 這次都是用502膠呢 就可以將它固定的了 好了 到試琴之前呢 我們都不忘呢 將琴弓呢 塗上重香 似乎今次呢 用在這個二壺的維修的時間 比上一次用在中遠還要多 都是那句話啦 就是抱著一個象深 雖然一個並非這麼名貴的壺 但是花了一點時間 將裂痕再修補了 是會令它變回 跟新的二壺差不多 好了 由於我真的沒有辦法 同一時間 修理到這麼多這麼多樂器 所以如果螢幕前的你 也都遇到有 好像中遠 或者二壺 甚至其他樂器 在維修方面遇到問題 你都可以在這裏留言 問卡洛斯 好了今天我這個二壺維修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點讚和分享出去 再見